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该学习的榜样 影响您和孩子一生的声音 义是儒家道德五常之一 孟子认为 义是人心固有的善端 它和人 理 智 一道构成了 人区别于动物的德行 在历史发展的历程中 义始终是人们的价值向导 义要求人们不贪力 不畏视 不媚俗 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 今天故事中的主人公 位高权重 却没有留下钱财给后代 只留下一个义字 他的一生 把情义 恩义 道义 演绎得淋漓尽致 就连朱元璋这样的盖世英雄 都对他仰慕不已 众烟一田 以济群组 乐善好施 福泽后代 宋朝宰相 范仲淹 自西文 苏州吴县人 著名的政治家 军事家 他八岁丧父 自幼孤贫 却勤学苦读 从青年时代开始 就立志 做一个 有益于天下的人 范仲淹 从小读书 十分刻苦 一心想要记事就人 有一次 他遇到一个算命先生 问道 我以后能不能当宰相 算命先生说 小小年纪 口气到不小 范仲淹 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那您看我 可不可以当医生 算命先生很好奇 心想 怎么两个志愿 差这么大 范仲淹说 唯有良医和良相 可以救人 算命先生说 你有这颗存心 真良相也 为了立志 范仲淹 二十一岁 去了附近 长白山上的 李全寺 读书 经常 一个人 半灯苦读 每到东方玉晓 每到东方玉晓 僧人们都起床了 他才 合一而卧 那时 他的生活极其艰苦 每天 只处一锅绸粥 凉了以后 化成四块 早晚 早晚 各取两块 拌上一点 韭菜末 再加点盐 就算是一顿饭 但他 对这种 辛苦生活 却毫不介意 而用全部精力 在书中 寻找 最真实的智慧 之后 他独自前往 南京求学 昼夜不停地苦读 五年 未解依旧诊 疲乏到了极点 就用凉水浇脸 来驱除倦意 功夫 不负有心人 五年寒窗苦读 范仲淹 终于成为 一个精通 儒家经典 博学多才 又擅长 诗文的人 宋真宗 大中降辅八年 范仲淹 考重进士 这时 他把母亲 接来 赡养 侍奉 从此 步入仕途 仁宗 天圣六年 当朝宰相 王增 副宰相 艳书 赏识 范仲淹的才干 宝与 宝与他到北宋中央 任秘阁教礼 从那时起到庆历五年为止的十七年间 他从四次进京任职 又四次遭贬降职 屡遭打击 政治仕途可谓 极起 极落 但他始终 清正廉洁 坚持改革 慈悲 济世 毫不吝啬 他当宰相的时候 便把俸禄拿出来 买了进城的好田 一千亩 称为 一田 他把一田 分给没有田地的穷苦人家耕种 使他们天天有饭吃 年年有遗传 嫁女 娶妻 生病 丧葬 都予以资助 他选择家族中 年长倍高 而且贤得的人 主管账目 每天的饭 一人 供给一生米 每年的衣服 每人 分给一匹细绢 嫁闺女的 发给五十千钱 闺女改嫁的 发给三十千钱 娶儿媳妇的 发给三十千钱 再娶的 发给十五千钱 丧葬发给的费用 和闺女再嫁的数目 相同 孩子的丧事 发钱 十千 族人聚居的九十多口 一天每年 收入供分配用的 稻子八百户 用他所收入的粮食 来供应 在这里聚居的族人 充裕有余 而无枯竭之时 退居在家 等待职务的人 也予以供给 出事为官的人 则停止供给 范中烟的朋友 见他把自己 所有的积蓄 都拿出来 做一天 担忧地问他 为什么不留一部分钱 给自己的子孙后辈 范中烟回答说 把钱财留给子孙 最多能够传两代 但若把德性交给后代 那后代受益 可谓千秋万世呀 有一次 范中烟 在苏州买屋居住 一位风水先生 盛赞此屋 风水极佳 后代必出恭亲 范中烟心想 既然 此屋风水 能使后代显贵 不如改为学堂 让苏州城百姓的子弟 入学 将来众人的子弟 都能贤达贤贵 较之 自己一家的子弟 贤贵 岂不是 更为有意义吗 于是 立刻把住宅捐出来 改作学堂 希望能让更多的孩子读书 让国家有更多的动量之才 苏州 苏州在此地 旧学的学子们 在这八百年的过程中 出了三四百个进士 计十个状元 还有一次 他吩咐儿子 范淳人 押解五百斗麦子 回苏州老家 在运输的过程中 刚好 遇到了父亲的固有 在交谈中了解到 他的家境 十分贫寒 父母 都没能葬好 女儿 也没有嫁妆 范淳人知道后 马上 将五百斗麦子 卖掉 结果 钱 还是不够 就把船 也卖掉了 解决了 他父亲固有的困难 事后 他就回到京城 跟父亲汇报 范淳人 跟父亲讲 我把五百斗麦子 卖掉 钱还是不够 父亲抬起头 对他说 那你就把船也 卖掉了吧 范淳人说 是的 父亲 我已经卖掉了 可见 父子 同心 范中烟 为官数十载 屡次 在朝廷 范淳直见 从不怕 因此获罪 他每到一地 都兴修水利 培养人才 保土安民 政绩 匪人 真正做到了 为官一刃 造福一方 而在生活上 他至家严谨 十分简朴 平时居家 不吃两样荤菜 妻子儿女的衣食 至求温饱 一直到晚年 都没建造一座 像样的宅地 仁宗黄幼四年 范中烟去世 享年六十三岁 恶号传到各地 苏州和庆州的百姓 以及 威复宋朝的各族人民 都画了他的肖像 给他 礼生词 来纪念他 人们深为叹息 凡是他从政过的地方 众多百姓 来到祠堂 如同死去 自己的父亲一样 痛气 哀悼 宅借了三天 才散去 范中烟 四个儿子 长大成人 都聪明非凡 德才兼备 分别 官智 宰相 宫卿 侍郎 范家的曾孙 都贤达贤贵 明言不绝 八百年来 范氏后人 依然兴旺 而范中烟的子孙们 也曾 因其德行 而转祸为福 甚至还有人 因此 念受 杀头大祸 事情 发生在 明太祖 朱元璋 在位时 有个叫 范从文的 玉石 犯了死罪 即将 被处斩 行刑前 一向 喜欢亲审 案件的 朱元璋 突然来了兴致 将这名 素不相识的 玉石 拉来审问 朱元璋 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籍贯在何方 范从文答道 罪臣姓范 是苏州 无限人士 听到 范从文的姓氏 和籍贯后 经考察 范从文 竟是范中烟 第十二代孙 朱元璋 陷入了陈思 不久后 朱元璋 因为范从文 是忠义之后 决定 免他一死 而且以后 准其五次不死 之后 朱元璋 还守书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 而乐一连 赠予 范从文 范中烟 成为了 为子孙万代 谋福利 积德行善的典范 守世人的敬仰 赞颂 也成为中华民族的骄傲 其高尚的道德 和伟大的人格 光耀千古 用为后世敬仰 他的忧国忧民的伯大胸襟 和浩然正气 千百年来 激励着一代 又一代的人人志士 他的那句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的忠义名言 更成为 千古绝唱 亲爱的听众朋友 今天的故事 就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聆听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